兄弟们今天可能是大放学的一天 最近说到粉丝给大家发了一条这样的视线 他就说星哥之前看你拍卖光系列 你能不能试一下把最近的国潮塔斯丁全部买单品买一遍 要花多少钱看看钱包会不会瘪 我记得之前我拍过那个单品买光好像是振兴鸡排的 那个好像是花了200多块钱 还好买的时间早啊 因为后面的话出了很多很多的单品 如果放到现在买的话200块钱应该是不够啊 不过没事粉丝既然都这样要求了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期 看看我们买光到底要花多少钱 你们可以先盲猜一下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先预估一下大概就是不会超过300 200初点头差不多 这个东西好像挺多的呀 鸡腿鸡翅烤制薯条鸡米花鸡块鸡脖 这一个鸡脖都13块啊兄弟们 手扒鸡半边鸡200我估计不够啊 最少300打底兄弟们 今天这样的视频可能会是一条就是大放学的视频 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啊 首先打开它这个小时 先把这里点一面啊 全部点一面 我去就光点一个小时就118 最少400起步兄弟们 套餐不用点啊 我们只点单点的就行了 乌梅汁气泡饮可乐七喜 我去这都200了 南瓜露牛奶黑米好 最后是中国汉堡系列啊 这底下的汉堡是鸡腿宝 藤椒鸡腿宝煎蛋宝 牛肉宝烤鸭宝 应该差不多了啊 鸡我已经点过了 就是所有的单品全部点了一遍 真的要这样说的话确实东西不算多 总共23个单品331块钱 我当时猜的是200多 200初点头 想看它了啊 东西不算多 但是单价还是比较贵的 一杯牛奶13块 汉堡的话才14啊 一杯牛奶就要13 总共用上券啊 我看一下325块7毛6 300多块钱也不算大放血啊 至少就小小的放了一波血 正好呢也是从来没有单点过这种塔丝丁来吃啊 所以今天这套视频我们就一次性吃过瘾 如果各位对其他的那种单点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帮忙点个赞啊 本期视频点赞达到6666 下期我们尝试一波啊 点个其他的在评论里面挑好吧 好待会见 来来来兄弟们 这个外卖啊 那个外卖人都说基本上没有人敢接单 他拿过来的时候呢 发现这么多饮料啊 直接连着他那个外卖箱子一起端上来 然后送到我们这里面的 基本上也就只有在一个店里买全品了 才会有这么长的单子 总共是7个喝的啊 具体是什么喝的我该都忘记了 来直接拆开看看东西啊 来这是里面给的纸啊 厚厚的一层 估计半包纸都给我了 桌上这一堆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塔兹丁汉堡里面买的所有的单品 汉堡的话呢是5个 然后小时的话呢有4盒 包括薯条啊 地瓜派 还有10多块钱一根的鸡箔 蜡翅 半只鸡 大鞭腿 整只烤鸡 还有这里所有的饮料啊 每一种都是买的一瓶 这个饮料的话呢新品啊 12块钱一杯 乌美饮 然后这个汉堡的话呢 面饼它都长的是一样的 只有里面不一样 这个是培根鸡蛋 这个是洋葱卷牛肉啊 就是多汁牛肉 这个应该是藤椒鸡腿啊 我去这个是北京烤鸭兄弟们啊 最后这个应该是普通的香辣鸡腿的 反正他们家呢 只有这些东西啊 总共23样 330多块钱 因为最近世界被开梯啊 反正就是我们会边看球赛 边把这些东西给吃掉啊 另外如果你们有你们喜欢的球队啊 也可以打满公屏 首先来尝尝这个新出的啊 就什么乌美饮 我去 整体就一个字 酸 超级酸 先来个大腿 开熏火焰鸡腿啊 19块钱一只 闻着这一香啊 尝一口 嗯 这个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那个肯德基里面的好吃 那个叫港式大鸡腿啊 这个是烟熏大鸡腿 我个人感觉还是那个会稍微好吃一点点 嗯 这个还差一点意思 来十多块钱一只的烤鸡脖啊 嗯 就光这一根鸡脖13块钱啊 是真的贵 吃起来没啥味道 而且这种脖子它里面都是骨头 加上我们这边的话呢 其实鸡脖鸡头都是不吃的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来讲啊 这个鸡脖好不好吃啊 不用问我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 从小到大没怎么吃过啊 来这个汉堡的话 我尝尝这个啊 这个是北京烤鸭汉堡 果然这就不太一样啊 就跟北京烤鸭的那个味道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肉稍微有点厚了 没有那种片皮烤鸭那个味道好 其实为我吃做了一股肉鸭膜的感觉 知道吧 整体味道还可以 就是肉稍微有点厚 如果是要薄一点的话会更好吃 好尝尝它这个蝴蝶虾啊 这个蝴蝶虾我从来没买过 它这个上面裹的是米啊 不是面包糠 外面就是一层那种米锅巴的味道 这个蝦是叫倒乐脆米蝦 一盒就四个十四块钱 三块多钱一只兄弟们 这能不好吃吗 其实它里面的汉堡呢 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藤椒鸡腿汉堡 以前我也单点过塔斯丁里面 我就只点藤椒鸡腿汉堡 但是它没有套餐 它只能单点 所以说每次吃这个又有点犹豫 因为单点的话是比较贵的 然后套餐的话呢 又没有自己想吃的汉堡 所以就导致啊越来越犹豫啊 直到后面就没怎么吃这个塔斯丁 那总体来说呢 其实东西呢也不算特别多 但是一个人要吃呢 肯定是吃不完的 所以说各位放心啊 这些小吃的话呢 晚上看球的时候可以吃 这些汉堡的话呢 饿了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所以一定不会浪费啊 各位敬请放心 如果各位还想看其他的那种买光系列啊 本条视频啊 帮忙点到6666个赞 然后下期呢 我们就来抽评论里面的幸运观众啊 好吧那本期呢就到这结束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